语意错误 普七涵爆红后 非意图的恋爱谈 称瑞源 接棒天菜宫 哇 为什么他们都拍完BLG就去当兵呢 BLG非意图的恋爱谈 周远逃逸天才的老板尹泰俊 称瑞源是真的很有魅力 但拍完作品就入伍实在是好可惜啊 为什么 感叹号 PS 跟大家提一下普七涵预计退伍时间 是今年的12月9日 最近讨论度超高的TVRMG人气 BLG非意图的恋爱谈 迎来了UP 一时的大结局 内容讲述大企业的小职员池原因 BIA四孔菜式与天才陶一家尹泰俊 称瑞源是 从开始是有意图 但恋爱是非意图的谎言 开始的关系中 两人成为真正恋人的浪漫喜剧 剧中称瑞源饰演的尹泰俊 性格故傲且拥有沉稳内面的气质 搭配上帅气又有形的外表 被一票网友封为2023年最有魅力天才功 这部作品是改编自同名网络漫画 两位主角颜值都很优秀 人设的还原度真的相当高 孔菜式演的小职员池原因 左一句老板社长 右一句歌的模样也相当可爱 像是一只令人非常想宠爱的狗狗 两人站在一起互动时的CP感特别强大 可惜的是 车瑞源在拍完作品后就当兵 入鲁了甚至没机会一起宣传 也让人忍不住想起去年初 透过语意错误爆红的普七涵 剧中饰演设计系学长张宰英 普七涵同样也是拍完作品的不久后就去当兵 不过当时还有一点点同框的宣传期时间 而他也即将在今年2023的12月9日退伍 感谢您收看孔TV新闻频道 记得点赞 分享和关注 每天更新最新消息 在评论部分让我知道你的想法